发布海上陆上台风警报 目前仍然是请苗栗以南地区 花东 澎湖跟金门持续严加戒备 台风目前的位置已经来到了澎湖西边 大概70公里的海面上 随着台风往北北西方向移动 大约在今天早上的9点到10点之间 中心很有可能会通过金门附近 我们预计金门很有可能在今天早上 出现14级左右的阵风 或平均风超过12级以上 在稍早我们已经针对金门地区 发布台风强风告警 提醒金门的朋友要特别注意 并且严加的戒备 我们从雷达回波图上面 同样也可以看到 台风的云系在这段时间 持续影响到台湾地区 所以在这段时间包括了南部地区 东半部地区 以及离台风最近的澎湖地区 雨势也相当的明显 时雨量有来到20到30毫米 目前日累积雨量在部分的地方 已经有超过100毫米了 而我们预计目前在台湾海峡南部 这边还是持续的有对流 往南部地区移入 所以在这段时间包括南部 澎湖以及未来的金门 雨势上也会变得非常明显 而随着台风逐渐的 这段时间逐渐的在台湾海峡 北上在凌晨到清晨的这一段时间 其实也为台湾南部带来非常大的阵风 首先大概是在昨天的凌晨 在高雄跟台南的侧站 已经侦测到10级的阵风了 有些沿海跟空旷的地方 甚至有来到11到12级 而随着台风的北上 在清晨3点到5点之间 澎湖地区的东极岛 也出现了15级的强阵风 包括了澎湖的马公稍早也侦测到了13级的阵风 而除了这些离台风比较近的地方之外 目前在台湾北部包括了基隆以及台北 目前也有到7到9级的阵风 所以提醒大家在未来外出的部分的话 要特别留意强风所造成的影响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风力预测的部分 随着台风逐渐的往澎湖跟金门的方向接近 我们预计在今天澎湖的部分的话 今天早上还是有10级左右的阵风出现 一直要到中午过后 风力有机会稍微减弱一点点 好 我们来看到 这是早上6点到12点的风力预报图 我们还是预测澎湖在今天早上阵风有11到12级 那预计要到中午过后 风力才会慢慢的降到11级 甚至到晚上才会到10级的部分 而至于金门的部分 我们要再次特别强调 随着台风的接近 今天早上风力很有可能会转到13至14级左右 那一直要到中午过后 中心通过了之后 风力才会有稍微减弱的状况 不过整体的风雨趋缓 在金门地区可能要等到入夜之后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台风的动态 目前台风的话 大概是在澎湖西边70公里的海面上 那我们预计大概随着台风逐渐往北北西方向前进 今天早上9点到10点会通过金门附近 随后的话则是会登陆中国的福建 随后的话有逐渐减弱 而且变成热带性低下的趋势 所以按照目前的路径来看的话 大概在今天中午之前 台湾有机会脱离到暴风圈 但是澎湖跟金门的话 时间则要再晚一点点 整体台湾附近的海域 以及包括里岛要脱离暴风圈的话 可能要进到傍晚过后 不过我们还是要特别提醒 在白天这段时间 部分地方的风雨还是相当大的 我们从定量降水预报图上面来看到 这个是今天早上到下午2点的定量降水预报图 我们可以看到在台风的影响之下 包括南部以及东半部地区降雨还是明显的 另外特别提醒在澎湖甚至金门 澎湖的话大概在未来 还有50到70毫米的累距量 金门甚至在今天早上 很有可能就出现100毫米左右的累积雨量 雨势对当地来说算是相当的大 而到了今天下午甚至到今天晚上 我们可以看到随着台风逐渐的远离 台湾本岛的降雨也趋于缓和 不过离岛的部分的话 大概在今天下午到晚上 雨势会稍微缓和一点 但是还是持续有较大雨势发生的情形 所以最后我们做一点总整 一定要特别提醒的就是金门在风雨 未来这一段时间会逐渐的加强 而且会变得非常的剧烈 所以要特别严加戒备 而至于澎湖的部分 现在刚好就是台风最接近澎湖的时候 因此风雨是最大的时候 那预计今天下午过后 风雨有机会减缓 但是整体要减缓 可能要等到晚上之后 而南部地区的话 最大的风雨时间已经过去了 不过在未来几个小时 在沿海还是会有比较接近 十级左右的阵风出现 要到上午之后才会逐渐的缓和下来 另外包括在东半部还是要留意雨势 而至于北部跟马祖 还是要留意间接性的强风 中部的沿海也要留意有强阵风的出现 以上是针对台风的最新说明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